M1 Abrams X与鲍尔A7加谁才是最强坦克 M1 Abrams X美国新世代战车 M1坦克最强升级版 具备第四代主战坦克的技术特点 鲍尔A7加鲍尔家族里的极大成之作 被大多数人称为世界最佳 二者孰强孰弱 判断一辆坦克的性能优劣 无非就是老生长谈的那几点 火力 防护 机动 以及现代战场必备的态势感知能力 火力决定战场优势 防护保证存活时间 机动确定战术 在火力方面 火力军占Avrams X这边 二战之后 坦克的发展一直是以火力为老大 而机动性和防护性争相争夺老二的位置 现代坦克可以达到80%以上的命中率 指哪打哪 而且是一边开车一边开炮 等于说你能一边走 一边用弹弓将大头钉 直接命中正在爬动的小苍蝇 而Avrams X算是其中的翘主 Avrams X也就外形跟M1A2差不多 但内部的车辆组件与作战系统 都是全新的 具备第四代主战坦克的技术 比如无人炮塔 三人车组 整体战斗士等 最具辨识性的就是主炮 以及保护者RS6遥控武器站 其主炮是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之前为未来战斗系统 XM1202轻型坦克研发的 XM360型120毫米花糖炮 在保持伸管长度 内弹道性能基本一致 以及发射弹药完全通用的前提下 XM360与现代M1系列的 M256型120毫米花糖炮相比 最大的优势就是减重 其实这点跟别人家的四代坦克不太一样 比如俄罗斯的T14阿玛塔 现在用的2A82型125毫米高压花糖炮 但是按照俄罗斯乌拉尔车辆制造厂的说法 完全可以换上152毫米主炮 欧洲KF51黑豹和EMBT 分别是130毫米 140毫米高压花糖炮 从这一点看 别人家的第四代坦克都是增加主炮口径 以此提升火炮威力 不过美国不按常理出牌 继续使用44倍口径 120毫米花糖炮 只是按照Abraham的炮塔空间和吨位 换装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 55倍口径120毫米花糖炮 甚至最新的51倍口径 130毫米花糖炮也不成问题 那为什么美国不选择口径更大的主炮呢 其实这算是美国坦克的惯例 熟悉美制坦克的观众都知道 M1系列主战坦克的改进 都是提升信息化和防护能力 而主炮保质不变 这也是美国坦克升级的一个方向 老炮配新弹 美国陆军在新型坦克炮弹药方面的研发力度相当大 除了穿甲威力进一步提升的 M829A4唯一稳定托克穿甲弹 XM1147先进可编程多用涂弹 还有XM943和XM1111 这类可实现远程皆描打击 甚至攻顶的智能化弹药 而且换装更长更大口径的主炮 会影响炮塔的整体平衡以及射击精度 不能说谁好谁坏 只能说美国与欧洲的选择不同 其次就是炮塔上的保护者RS6遥控武器站 别人家的机关枪都是7.12毫米或者12.7毫米 但是Abraham's X是30毫米自动炮 毁伤威力更大 可以更有效地对付建筑物内的敌方人员 以及轻轻装甲车辆 对空对地作战都可以 30毫米自动炮遥控武器站可以完成大多数的任务 遇到需要攻坚的目标再交给主炮解决 而且RS6防御者遥控武器站 还具备加装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功能 其打击能力相对更加全面 最后就是Abraham's X的新功能了 无人炮塔和自动装弹机 美国陆军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一直用的都是四人车组 车长 炮手 装填手 驾驶员一个不少 但是Abraham's X算是其中的异类 由四人车组改成了三人车组 取消了装填手 但是不需要更改M1炮塔原本结构 炮塔尾部的炮弹储藏量也跟之前一样 都是34枚120毫米炮弹 装填速度为每分钟12发 取消装填手后 可以减少坦克的整体尺寸与重量 而且Abraham's X车组成员 全部布置在底盘内 还可以搭配各类无人机执行任务 而鲍尔A7家的火力 火力军只能说平平无奇 鲍尔A7家与鲍尔A6最大的区别 是安装了遥控武器站和侧面防护装甲 FLW200遥控武器站位于炮塔左后方 整个武器站由6连装76毫米 榴弹发射器 以及12.7毫米机枪组成 在火力方面 安装了莱茵金属公司经典的 L55型120毫米坦克炮 至于2022年 欧洲国际防务展上亮相的鲍尔A7家 跟其他型号的鲍尔A7 没啥区别 总体不局不便 进一步加强火力机动和防护 升级了120毫米L55A1主炮 可发射DM73 KE2020NEO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以及可编程的新高爆弹 其中DM73与DM53或者DM63相比 性能提高8% 被弹42发 在坦克界也还行 但没啥突出的地方 自然车组没有自动装弹机 至于防护 火力军认为鲍尔A7家更强一点 M1系列主战坦克的手上和手下 是出了名的脆皮 基本上防不住 27穿甲弹的那种水平 而且 从Abrams X的外形来看 也没有看到 它在车体前方 架装什么附加装甲 或者重版爆反 反而看起来更薄了 像一辆轻型坦克 远没有M1A2的身形 看起来厚重 这也算是美国升级的一个重点 减负 原本M1A2 S1PV3型坦克68吨 被压缩到了53.5吨 在不安装炮塔装甲防弹包的基准配置下 甚至可以降到49吨 与此相比 鲍尔A7家车重64.3吨 单说这个体重 就感觉鲍尔A7家防护更强 鲍尔A7家在车体和炮塔上 都安装了模块化附加装甲 其中炮塔全项安装附加装甲 主要用于防御破甲战斗部 车底也加强装甲 以防御减易爆炸装置 防护能力要比53.5吨的Abrams-X更强 不过按照资料 Abrams-X将会采用更加先进 轻便的装甲材料 在博外挂复合装甲的情况下 就可以达到同等防御能力 不过说是一方面 实际情况如何 火力军也不敢断言 至于爆炸反应装甲 没有 西方国家除了以色列之外 基本上都没有大规模安装爆炸反应装甲 也就一个俄罗斯 坦克经常顶着砖头块出厂 但是一般都有主动防御系统 Abrams-X的主动防御系统 是以色列的战利品 这点和鲍尔A7加是一样的 在2022年 欧洲防务展上亮相的鲍尔A7加 加装了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 可以在坦克外部形成一个魔法盾 当敌方的反坦克装甲 接近2米左右时 发射拦截弹 将穿甲弹引偏 或者使化学能反坦克导弹引爆 可以360度拦截所有使用破甲战斗部的武器 除了防护 机动性也会影响战场生存能力 Abrams-X的混合动力链池组 可以减轻坦克重量 还能降低噪音以及红外特征 战场生存率要比普通坦克高一点 至于Abrams-X跑多快 火力军也不确定 它的发动机是康明斯的先进战斗发动机 四缸二冲程发动机 暂时只有1000马力的输出 只能说一般 但肯定比鲍尔A7加强 鲍尔A7加的公路时速还行 越野就剩了55公里每小时 Abrams-X54吨左右的重量 除了防护弱点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而且先进战斗发动机 貌似还有一款六缸型 六缸发动机的技术构型 可以做到1500马力 如果用它的话 机动可以甩鲍尔A7加两条街 当然 火力 防护 机动只是最基础的性能 现代战场还是信息的天下 而且反坦克武器的发展太快了 装甲完全跟不上 看乌额战场就知道了 到处都是装甲车的残骸 再厚的防御也扛不住 而且现在各国坦克都能保证护穿 有点实力的国家 信息化程度都能达到一定水平 防护不防护的其实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还是先敌发现 先敌开炮 也就是太赤感知能力 在这方面 Abrams X更强 地面版F35头盔了解一下 说实话 Bauer A7加的战场感知能力也不错 车程周势仪 集成的第三代热像仪 激光侧距仪 新型光纤陀螺 360度的态势感知系统 以及激光告警系统 一个不缺 车掌和炮掌 配备了增程型热成像装置 炮塔和车体四周 也都配备有摄像头 加上车载信息化作战系统 跟其他坦克相比 其实还算顶流 但是偏偏遇上了Abrams X Abrams X的感知系统 称为透视系统 炮塔上没有盖舱和光电观瞄设备 而是用更先进的 周式观瞄系统代替 车体周围还装有 DAS分布式孔径系统 可以提供360度的战场态势感知 注意一下 这些信息可以直接 投射进驾驶员的头盔荧幕内 还结合了类似VR的附加功能 驾驶员可以直接看到 车外的全景环境 藉由装置在车体周围的 分布式光圈摄像头系统 来直接投射出战场环境 说它是地面版F35不过分 直接碾压鲍2A7家好吧 从这点看 其实Abrams X才是最强 毕竟现代战争 要的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各国坦克都能保证护穿 谁先发现对方 谁就是优势 如果一发打不爆 那就两发 再后的装甲 也扛不住宫顶导弹 而且从机动性与防护来看 鲍2A7家最适合的是城市战 其内部填充了 清洁布置的钢板 铝板 橡胶板 形成了复合装甲 可以提前引爆穿甲弹 偏转穿甲弹 金属射流 加了这一层防御 等于坦克多了最少一条命 在城市这种复杂作战环境中 确实很有用 不过 各国对坦克的普遍看法 就是避开城市 坦克虽然是消耗品 但是城市还是能绕就绕 毕竟坦克小了不顶用 坦克大了 在城市里施展不开 之后在城市作战的 基本上都是无人机 以及无人坦克 所以鲍2A7家 也称不上最佳坦克 Abrams X才是 唯一的问题 就是Abrams X 目前只有一个视频 美国陆军什么时候 能用上说不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 谁才是最强坦克 欢迎在视频下方 有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 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